你觉得防城港适合旅居养老吗 舒适的气候 清新的空气和壮阔的风景 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居住环境 防城港市就用这些优势吸引了许多旅居的朋友 每年冬天这里就会迎来最热闹的世界 防城港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 但同时这里也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底蕴 在古代这里的居民在村庄树木为榨 称为旱寨 主要是为了防御南方的胶纸扣 在宋太祖开保五年改为防城 这也是防城这个名字的由来 走在城市的街头 我们会发现路很宽 布局也合理 排列整齐的棕榈树点缀着这座城市 防城港靠港口而行 1993年才正式建设 或许这也是它的城市建设如此漂亮的原因 防城港的发展开始于1968年3月 当时是作为援越抗美海上隐蔽运输航线的 主要骑云港来建设的 被称为海上胡志明小道的起点 因为年轻 所以规划布局 超前清晰 城市的功能完善 当我们来到这里 看到的会是一座崭新的城市 而且作为一个 以移民为主的城市 这座城市体现出了它的包容 还有认同感 在三年之前 我们来过防城港 当时是晚上 那个时候找不到整座城市的市中心在哪 这一次来呢 我们是先到了防城区 这里也是整个防城港的老区 我们走在街上 可以看到人气还是非常旺的 路边的街巷呢 也有一定的年代感 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继续往前走 我们会来到港口区和防城区的交界位置 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现代化了 高楼林立 布局整齐 也有朋友告诉我 这里也可以说是防城港的市中心 在港口区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小区 从外观上看 就是旅居养老公寓的样子 但是人气并不是很旺 我们现在是走到了海湾边上 这边的路啊 都是林阴小道 我们走在里面还会觉得凉馊馊的 环境确实是特别的好 防城港的空气好 水质好 这里的夏天 温度会稍微有一些高 所以在这个季节 我们看不到太多旅居的人们 到了冬天 温度也不会太低 全年平均温度22度 是很多北方朋友会选择冬天来到的旅居地 但是听当地朋友说 因为防城港是真正的滨海城市 尤其是到了雨季会非常潮湿 会给人不太好的体感 如果不喜欢潮湿的朋友 来到这里也是需要慎重的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小的沙滩边 站到这儿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晚上长潮的时候 海水的这个冲刷的痕迹以及包括海水能够冲刷到哪儿 现在基本上就是冲刷到这个位置 从高空俯瞰 港口区的两侧都是大海 可以说是把一块陆地延伸到了海洋之中 当真是一个城在海里 海在城中的地方 在现在这个季节啊 我们转一圈还是会觉得有点热的 但是到了冬天 这个地方就会非常的温暖 在冬天呢 也会迎来它的人流高峰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